Hello 大家好 我們這次又來到觀塘門市 我們去看情趣的影片 其實潤滑液是有分很多狀況 亦有很多人知道為何要用潤滑液 其實潤滑液是何時會用的呢 就是當男生以為玩飛機架或者飛機杯 要用潤滑液的 因為龜頭是很敏感的 如果你不用潤滑液的話 就很大機會會擦損 還有女性智慧的時候 亦都可以用潤滑液 因為陰道分泌不夠的話 你都可以用潤滑液去幫助 另外就是男女男男女做愛的時候 都可以用潤滑液 最後就是肝膠的時候 因為肝門本身是不懂得分泌一些黏液出來 所以就要靠潤滑液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人們經常都很容易弄解 為何安全套會穿呢 是否因為太薄呢 其實就不是的 是因為不夠潤滑液 所以做愛的時候 如果用安全套 就要把潤滑液折在安全套外面 就可以方便盡量 也不會擦損 這次我就想介紹幾種不同的用法液 首先可以看到 場面這裡 這一行 你會看到寫著ANAL 就是給肝膠的時候用的 例如後面這些 都是水性的 另外你看到這一隻 就是直性的 直性就會比較容易乾 另外除了肝膠用的 就有這一種 就是做愛的時候用的 潤滑液 你會看到其實也有分 例如酷 或熱液 就會有涼涼的感覺 HOT 就是會熱熱的 這個就是 Extra lubrication 這些都是做愛的時候用的 另外最後 剛才有提到玩玩玩具的時候 需要用的 就是這一幾款 這幾款 都是有分熱和冷的 譬如這個Heat 就是會熱熱的 Cool 就是有冷感的 其實上次都說過 譬如這一隻Tanga出的 它有分 你會看到 如果我這樣倒轉 會有個泡泡的 如果它慢一點 就是它會黏一點 你會看到這個 這個泡泡是快很多 所以這個 是沒有那麼黏的 對了 現在大家都應該清楚 幾時需要用到油賣液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買油賣液的話 可以來到觀塘 或者尖沙咀的門市 另外也可以上網買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